大家好,我漫步在这美丽的河边,让我想起日本的道圣和夫。 他曾经说过,不管我们处在何种境遇,都不应该忘记感谢、感恩之心。 不仅要向自己周围的人表示感谢,也要向社会和自然表达感谢。 拥有这种美好的心灵,至关重要,你的人生就一定有美好的未来。 那些已遇到事情,就抱怨哭纳、发牢骚的人,往往一生都过得比较艰辛。 说法的牢骚和心中产生的怨气也会越来越多。 这些牢骚和种种的不满怨害,不会对你的人生起到任何作用。 只会让你自私其国,将你推向更糟糕的境遇。 所以,我们每天漫步地在美好的大自然中,应该感到幸福和享受,放平自己心态。 不予天斗,不惑人争,过好自己每一天,要每一天过得充实且富有意义。 再见